台中 高樓拔地而起 在台中都會區之間 緊鄰著秋風谷景觀生態公園 適逢假日 不少民眾出門放風 全台六個直轄市中 台中市從2016年開始擊敗台北 連續五年蟬聯榜首 被認為台中比起首都台北 獲選為最宜居城市 解運部分那一區 我覺得都滿方便的 如果以通勤族來說的話 天氣當然是台中 不會那麼潮濕 或是那麼常下雨 網友盤點台中適合居住 六大優點 因為戰地廣 捷運交通便利 公共設施完善 加上百貨公司淋漓 氣候舒適 美女辣妹如雲 比台北更適合居住 甚至說根本可以當首都 台北市的道路可能會比較小條 然後比較擁擠 比較沒有那麼乾淨吧 然後台中就比較大條 然後就走起來比較舒服 天文一出網友熱議 有人提出兩大缺點 推翻一句說 指出台中空品差 道路設計差 經常看到路上車輛太多 超容易塞車 不適合居住 捷運跟這些交通的 這些相連的部分 還是做的 還是差了一點 空氣品質可能還是 還是要加強一下 民眾點出台中兩大劣勢 大部分人認為 攸關每日生活的空氣品質 交通道路設計規劃 都有待加強 參選五一者中國軍台中報導 有些人 等於